我希望不管是提名侯友宜 或者是提名 那个郭台铭 那么我都希望能够看到 两个人共同出席 两个人手举着手 展现国民党团结的气象 我讲得非常直白 当时我讲的时候 他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 昨天晚上有出席这个 有出席这个 参讯然后其中郭台铭有出席 就被认为是不是挺郭大会 那您怎么看 就是您的立场会是 从挺猴转上挺郭吗 我不认为昨天的参会 是一个挺郭大会 那么因为昨天是 陈玉珍委员来邀请 然后因为郭台铭董事长 他等于说是一个请义 那这怎么会是一个挺郭大会 我在现场 我有非常强调一件事情 我自己本身 我在补选的时候 我补选时间非常短 侯市长两度来为我服选 所以我这个都是在郭台铭董事长前面说的 我认为 党内绝大部分的人 包含我们的基层所碰到的 绝大部分的人 最后挺谁呢 他是挺最后国民党所提名的人选 所以没有说 只挺单一 单一对象 五月份国民党完成提名的时候 他在完成提名的时候 我希望不管是提名侯友宜 或者是提名 那个郭台铭 那么我都希望能够看到 两个人共同出席 两个人手举着手 展现国民党团结的气象 我讲的非常直白 当时我讲的时候 他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 他就一直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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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 这很不错 我听说 我听说